3 2 1 慶祭中原 不要桃園 桃園區2020慶祭中原活動 即將在9月1號登場 這次結合了桃園十五結莊 七大姓氏 宗青以及社區社團鎮頭隊伍參加 將由酒亮水燈排車 沿著小塊溪重劃區 與桃園市區祈福繞進 歡迎民眾一起來共享盛舉 那我們預定在9月1號 那麼由這個小塊溪重劃區出發 經過市區來向景福宮的開張聖王致敬之後 那再到成功橋下放水燈 那我們這一次結合各北館社團 以及各中青會 有9台的水燈排車 那非常壯觀 也非常炫目 桃園區中原祭典的水燈排繞境 已經有百年歷史 是地方的重大傳統活動之一 今年因為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 也希望透過祈福繞境 讓神明保佑疫情能早日消滅 重大建設都能順利 第一要祈求這個 我們的聖王保佑 能夠讓瘟疫退散 能夠台灣平安 那第二要祈求桃園 大建設大進步 那第三也要祈求我們的信眾 能夠這個健康圓滿 我想這個水燈排繞境 這結合上現代的意義就是這樣子 過去是溫力 現在是疫情 希望能夠讓這個溫力早點結束 今年慶淡中原活動 將在九月一號晚間六點 在巧快溪重劃區舉辦 邀請了五達鎮頭 以及六組在地社區發展協會 參與演出 水燈排 預計會在晚上九點半 放入南坎溪水中點燃 完成放水燈儀式 歡迎民眾踴躍參與祈福活動 記者賴維一桃園報導